这个问题一抛出来 立刻引起众人讨论 看来我们确实都忽略了 谁也没有想到那个方向 结合这个疑点 我们做了初步分析 目前最大的可能是 郝磊逃亡到贼市之后 暂时躲在那个搭救他的人家中 然后由中间人介绍加入团伙 进一步想想 如果那晚搭救他的人 与所谓的中间人是同一人 那么这个人也是我市人 他与郝磊一同逃往贼市 当时他们最有可能落脚的地方 只能是帮派老大的家中 有的同志表示出怀疑 既然郝磊已经到达贼市 而且也有中间人接洽 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加入团伙 而要拖后将近半年的时间呢 我分析了一下 当年严打的势头猛烈 或许是他们要暂避风头 而且据熊天阳的描述 郝磊在出道团伙的时候 与老大的关系又异常清静 可以说明 两人应该是认识的一段时间 那就从侧面证明了上面的推测 案情分析会进行到这里 司马局长看着眼前后后的 一摞调查记录和卷宗 慢慢地说 从目前看来 我们前期的侦查工作 还是不够细致 遗漏了很多东西 也可以说 是太关注于郝磊本身 而忽略他身边的社会关系 根据大家的分析 我总结出来的结论是 当晚 郝磊被人搭救 此人带着郝磊 投奔贼市的帮派老大 躲过最初的崩头之后 郝磊被安排进团伙 同期 郝磊与令人结怨 这个仇家 出于某种目的 设计实施了纵火谋杀 并剥皮至谷 回到我市送到了京剧团 把一切用不着的都剔除出去 这就是一条清晰的脉络 而且里面设计的人并不多 就按照这个脉络里 牵涉的人物去查 我想我们很快就能查到一些什么 我去跟贼市那边的刑侦支队的领导说说 给咱们提供一些便利 明天开始重新查 其入点就是眼前能找到那个帮派老大的个人情况 和他的交集情况 贼市是否有类似皮具制作工艺 然后让家里人对经纪团 1983年之后 入团的人也彻底彻查 一定要全力以赴 从祖坟开始查 就是查到八倍祖宗 也要给我把他抠出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集结了全部力量 将侦查重心投放到了这个帮派老大身上 虽然该人早在1984年已经被执行死刑 但是根据卷宗上显示的基本信息 在贼市是公安局刑警队的大力配合下 其早年的社会关系仍旧可以查得到 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摸牌 我们得知 这个帮派老大叫赵明 祖籍贼市 下辖敌圣人 早年曾是一个靠制作皮具谋生的手艺人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提这个敌阵 敌阵有一个全国知名的特产 就是阿胶 是指驴皮 经肩主浓缩之后制成的固体胶 有补血 止血 滋阴润造等功效 除此之外 当地还有一个特殊的手艺 就是皮具制作 主要是采用动物皮毛 经过手工缝制粘合 制作成各类生产生活用品 和手工艺品 因其制作工艺特殊 成品皆是耐用 因此 敌阵被称为皮具之箱 这门手艺 还于2002年 被列入国家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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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